挑战在成都 随机问陌生人三个问题 答对了就可以随意支配这500元 我们现在在成都市温江区 现在是下午6点21分 走 您好 您别害怕 您别害怕 您好 我们是拍短视频的 今天呢 有一个挑战 您能回答对三个问题 就可以随意的去花这500元 我答什么问题 能先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吗 您今年多大岁数 46了 内疆的 总建筑的 做多少年了 18年了 第一个问题是 面粉是由什么做成的 小麦做成的 一年有多少个节气 24个节气 一斤等于几两 10两 恭喜你三个问题全部答对了 您现在可以随意的去花这500元了 想花多少花多少 您可以花5元 也可以花500元 如果说您没有花光 这个钱剩下多少要给我 哦 在哪里去花 随便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哦 好吧 您可以先拿着这500 不要帮您拿着 我看挺重的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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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成都多久了 长期都在成都 在工地上做什么了 做移工的 移工是干什么的 就是披墙的 抹灰的 做了有十来年了 我老公也在这里 这个上边一天几点到几点呢 早上5点到现在7点钟差不多吧 您孩子做什么呢 我孩子开公交的在内疆 那您老公在工地上干嘛呢 也是搞抹灰的 您就是一直都在干这个 以前不是 以前在家种地 你看我身上这么脏 没事不脏不脏 劳动人民是最可爱的 我买一点鸡 买点结果买板片 中午在哪吃饭呢 在工地上吃 早上做好拿去 也是自己做的 您一个孩子 生多了养不起 现在孩子也大了 也能自己挣钱了 现在是为谁拼呢 要车要房啊 要踩你啊 还没结婚 没有 我来给您提上 没关系 我看您背这么 这个你背的这都是什么 电饭锅 这怎么电饭锅还背过去了 都背到工地上去 他那不提供吗 不提供 都是自己做做饭 买的 你家 买一两块儿嘛 11块儿吧 在工地干活中午休息吗 不休息 中午不休息 不休息 吃完饭就做了 那这么热的天气 中午怎么干呢 继续干了 反正都是干活嘛 您多买点 多花点 有 平时也辛苦了 就吃就行 像你们在这租房的话 花了多少钱一个月呢 200多块 还叫冷子买的 早上5点上班 下午7点下班 嗯 中间不休息 不休息 哎呀 你这太辛苦了 这么热的天 你要是 你秋高气爽的也行啊 这干这个活的人 怎么可能秋高气爽的 那你们在这干多久呢 干了一个多月了 还要干多久 还要干一个多月吧 那正是热的时候啊 对呀 那你七点下班回到家吃吃饭 喜喜舒舒对几点了 9点多吧 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几点起床 嗯 4点多5点钟 有休息吗 没休息啊 那没休息 你这天天这么干也吃不消啊 干一个星期休息一天嘛 我去买一袋米吧 可以可以 想买什么买什么啊阿姨 多买点 我们拿一袋米 这个是60是吧 对 对的 60 给你吧 可以了 给我了 我也到家了 你不花了吗 不花了 没事 你可以花光了阿姨 我不花了 行 你们也蛮辛苦的 不用不用 能背得动吗 背得动 就在那楼上了 好 那谢谢阿姨啊 拜拜 还剩372元 阿姨仅仅花了128元 我是真的希望她能把这个钱花完的 确实是阿姨不容易 工作很辛苦 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 温度三四十度 阿姨身上这种坚强乐观的精神啊 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